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GFL Position 今次這條影片是做什麼呢? 就是一條攻略片來的 要講講Gundam Battle System的特份 機屬的版本 之前出了射屬、駕屬 今次出了機屬 今次機屬應該是最後一關 應該是屬性來講最後一關 因為難度已經很高 再高下去就已經很難打 今次我會用這個組合 一隊過關 第一隊過關 但問題是要你有 要你有這些組合才能打 沒有呢 應該這樣說 必要的條件要有什麼呢? Sandy的機體 最好就是金褲王 有就更加好 有的話 你這一關裡面是有很多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用這一部 這部新字護號不是不行的 但建議最好升爆它的超強化 為什麼我說這部金褲王最好呢? 原因是因為它 有雙D的功能 還有有回血 我貪在它有回血和雙D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是什麼呢? 第二部機就是用元祖 為什麼用元祖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還有一部原祖 就是之前對上的紅白祭出的 那我就抽了很久才能抽到它 原因是它的功能 實在太重要了 也都沒有花費我這麼多石 終於有得回報了 那回報是什麼呢? 回報就是因為它的技能上很對應到 加攻都其次 開盾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最重要的一部機體 而且我吃了 當時它的活動 就送了一個貫通的 最佳LS 所以我覺得它是不錯的 而且我給了一個 看看 我沒有給它其他東西吃 我也想給它其他 RandomLS 但是就不花費太多時間 所以 開盾和回血很重要 這部機體一定要開盾 最好開盾和回血 兩樣東西必要的 然後就一定要deleaf debuff debuff都可以其次 deleaf就一定定了 所以 所以這次的難度高了一點 就是它要三個功能 如果沒有的話 就照樣過了先 但是如果沒有 最少最少 最好有雙地的功能 沒有的話 都起碼要deleaf 因為它打下去真的很痛 我想說 這次普通打客也很痛 第二隊就是撿雞隊 撿雞隊一定要用一些高輸出的隊 如果有 有些技能 類似這部黑獨角的 是這樣的 是的 deleaf 加攻 極大傷害 之餘 最好有連攜攻擊 一定要有連攜攻擊 一定要出的 沒有呢 我也幫不到 或者這樣說 第二隊最適性值最高的機體 是 基屬的GP02 如果你有抽到 有整個組合的話 恭喜你 我想你應該都很快打得完 應該是 但是沒有呢 都沒有辦法 但是你問我 因為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去做試隊的時候 就做了很多個 我沒有實質進去實測的 因為實測的話 我自己打 都花了我大概三四個字 都不是三四個字 接近半個小時 是的 因為要磨很久 我自己要用這一隊的話 那建議最好就是一次過 就 用一些連攜攻擊 就是譬如這些 夏閃光 這些連攜攻擊 一撐起來 秒了他 撿雞 快快翠翠過了他就算了 是的 因為呢 今次都幾難打 所以呢 我建議呢 譬如如果你過得到 但是呢 要死一部機呀 或者死一隊 即是其中一顆石拿不到 即是一顆石拿不到的話 都不要緊要的 我覺得 最緊要是你過到這一關 拿到東西就可以了 是的 最主要是這樣 那就 好了 不事不宜遲開波 那呢 我自己試一隊的時候 嗯 基本上呢 就機械式去按就可以了 即是什麼呢 一開波 就陷世界出了技 對了 那 元祖的貫通 就不是時時出的 所以就算了 那 多了一句 就不斷去打傷害 對了 一開頭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都知道了 一開頭沒什麼特別 那 那呢 那 這次也不會說太多廢話 因為都不是廢話,都不會說太多 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這個位置我會通常不做任何事情 除非一部原組爆了一個貫通的LS 我才會做輸出,否則就不做了 看到有貫通,開始就是氣肉的開始 都不是氣肉的,已經開始了 這個時間做什麼呢? 金鳳王先回血,元組先開盾 盾是必要的 所以由現在開始,元組的功能就是 開盾,回血,開盾 開盾,回血,開盾 都是那句話,吃爆他的LS 即是吃爆他的超發動,已經是定律 因為如果你不齊,你很難打下去 那你說,新手啊,什麼杯葛 基本上這遊戲的難關 我覺得真的挺杯葛新手的 所以不要推,不要灰心 不要緊,那裡是小小石 不是50石 英雄關的50石就很重要 反而我覺得 所以呢,我建議的做法就是 打不到就算了,說真的 打得多少就得多少 不要為了做完那個TASK 就是不要那個目標放在做完的TASK 那繼續吧 半箱,這個位置就繼續LOOP 因為這個位置還未去到最瘋的 過了一半血才是OK的 對,過了一半血才開始是一個發瘋的階段 對,差不多一半血了 但它的圖案依然是這樣的 那又盾的時候就不要開這個技能了 建議就,咦,這樣又另計 看到了,為什麼我現在要開一技打輸出 因為呢,它開完盾之後一定必定 就會打一個貫通出來的 那所以呢 你怎樣擋都沒有用了 那我建議就是 最好就儲一下血 儲一下血 這樣就... 做一下防禦 那我這次呢 都... 為表章那個... 都不是章那個什麼的了 因為呢,問題是 這次的難度有點難度 所以我自己呢 做法就是... 呃... 回血先 呃... 待會再說 說完我要說的事情 好,威表呢 真的是安全的關係 那所以呢 就一定要開同... 同時開同血 呃... 今次呢 我的部纜沒有回血的 就叫做... 將我配置暫時降到... 要... 基本上降到最低 對... 對... 那這個位置 開始要不斷回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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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位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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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żo不用怕的 已成功了 然後繼續開... 那什麼... 那什麼種類的 那... 繼續延遇嗎 是不是謝謝了 就過了危險期 其實老實說現在這樣做輸出都可以的 那就繼續去吧 不用怕 看你有把握 咬好一笨 好 現在我們繼續打 基本上打了三四回合 就是他就死了 那我稍後了這條片 會說一說哪些機體是屬於色性直聚 這一關來都算是高的機體 好,還有一句,不要開藍炮 OK了,開始收回一些正軌 好,然後這裏就... 風雲就回血了 OK,OK,好暈的,這樣打得好暈 好,然後繼續回血 金鳳王的目的,基本上是先回血 不要手多多打 其實脫離危險期,怎樣打都可以 脫離危險期的話 為了打得安全一點,就不斷回血去打 基本上有些老手或者巴打 會覺得,你用這隊一定贏,還拍什麼影片 不是,你都要先拍了 這樣就... 可以 然後呢,會介紹一些色性值高的機體 之後才再打下去 因為這次一關都很難打 我覺得 還有原作再演的兩個高難關都很難打 喂?出錯技了 不要緊 都要快點秒掉他 好,那他下一關就有扣我們一萬多血 那這個時候呢 就... 等一下... 我們搏一下吧,搏一下大帽 搏一下大帽 好,那也是... 我打算搏這個時間 秒掉他,秒掉他不到 唉,你吃屎 就這樣打 這樣打就好穩的 但是呢,我知道原組不是每個都有 所以呢,我們都精心地想過 有些什麼機體是色性值高的呢 那...我當大家全世界都有這個金鳳王啦 沒有,其實我都... 沒有辦法的啦 你唯有用新字護號做頂替的 對啦 那...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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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ff I need to patienc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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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 uh...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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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那... 那... 然後呢 在這一邊呢 呢 那... 那... 嗯... 那... 那... 這部曉的專家只有卡卡連 好像只有一個比較廢的卡卡連 這樣擺位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是先講一下部曉 部曉的角色很重要 因為部曉的角色是回血 我軍會2500血 雖然低一點 而且他二技是全軍開盾 所以部曉的功能是一樣的 接著到EAS的功能 他的功能是甚麼呢? 全體加Buff 要適時才使用 重點是他的二技是有用 二技是回血2000血 加上部曉的話就會回血4500血 沒有加創數 沒有加創數是4500血 基本上是只有一段 我之前說的 用這隊的組合 只要多磨一會 都是那一句 一定要升爆超發動和有專家 你才可以 所以這次的門檻是高的 你問我有沒有再平穩的組合 我找不到 原因一定是 因為再平穩一點的組合 用無課的組合一定不行 用這個 我忘了叫甚麼名字的組合 就是這個Beyond Beyond Beyond of Emotion Beyond of Emotion 這個組合是不行的 因為他沒有Delerve 所以就不行了 或者這個自由完全之直 都不行 都是不行的 因為他沒有Delerve 這個永遠都在一個 即是 不行的位置 你可以試一試 照用這一隊打的 但是 就是一句 你沒有Delerve打 就是 你被人打兩下 就秒了來的 所以 就最好帶一些Delerve的機體 另一類的機體 如果打單體 就這樣 黑獅子 那黑獅子會怎樣配呢 就配 利迪 配 隨便抽一個出來用 接著就配這個 開盾機 做好有開盾 開盾也很重要 如果你譬如沒有 雙地的組合 或者沒有不想用新字戶的話 都可以這樣做 最好 第二部機的位置 就一定要回血 對 如果不回血的話 就 你根本上很難打 這樣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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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要是這樣 但是就最好開盾回血 有這兩個方法 更加好 但是 我就不建議用這個 其他屬性的機體 對 譬如用熱源X 普通X 我覺得就不太行 原因是 因為熱源X 不同屬性 所以打下去 沒有減半雙 那半雙盾 雖然減了一半 但是 射屬的熱源X 依然被人打得很痛 對 所以就一定要需要 它的屬性雙黑的扣減數 這部也可以的 這部也可以考慮 但是 就 之前那部機 就一定要 之前那部機 一定要開到盾 開盾 開盾 和 delive 扣血 三個功能 這三個功能 都不是容易找的 對 對 對 所以 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元素 去找這兩部機 去砌 就要你自己去 用一些功夫 去考慮 那 今次 這條片 就到這裏 是難打的 真的難打的 這個是我自己用的組合 所以看你自己會不會 會不會 有些新組合 如果有的話 不妨 放出來 讓我們分享一下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可以 在兄弟們打得簡單 輕鬆 這樣 那 那 這次也是這裏 這條片就到這裏 那也是一句 打不到不要緊的 也是拿不到小獎勵 這次獎勵是甚麼 我還未看 這次獎勵 這裏 這裏 咦 那手一點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喔 這次獎勵是這些 超強化 超強化 和超訓練素材 對 我覺得 都不是十分之 重要的 個人而言 就 那 就 看你自己 我自己就 這樣看了 打不到是不要緊的 只有一句 可能一定說 你打到啊 對 我打到啊 沒辦法 我自己有抽開 也算是半個老手 所以就是這樣 那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那有甚麼問題 就 inbox我 留下留言 Facebook 留inbox我 再不是 入like群 去問我 都歡迎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那下條片見 拜拜